五街魔方 我好入迷这个魔方 完全是沉浸在他的世界里 我不管他了 我来拍我的视频 Hello大家好 我是飞飞 这个是我在土家小牧 他们家买的土豆 土豆都跑到网上去买 买的是五斤装 25块8毛钱 今天刚到了 我现在猜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大小就跟那个 乒乓球大小一样 其实这个适合蒸不适合炒哦 今天我们吃土豆踏餐 削一些来做肉片炒土豆 然后再拿一些来直接蒸来 蒸来蒸熟里把皮剥了 然后拌这个辣椒粉 这个小的小匙要小心 不要摔到手啊 我刚刚把那个土家小牧的 土豆给扎工完了 你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真的是天才 这个是我刚做出来的 一个肉片炒土豆片 加了一点红萝卜 这个是拌的那个烧烤土豆 我叫它叫烧烤土豆 因为我是先蒸 把土豆先蒸熟以后 然后再剥皮 剥皮以后 为了它调料能进去一点 然后把它切开 再用煎锅把它油炸 炸了以后再拌这个粉 是不是很天才了 真能做 我现在尝一个看看 像不像外面烧烤可团卖的那个 好好吃啊 滑里薯 你看什么 尝一个 好吃的吧 就是油炸土豆 就是油炸土豆 就是油炸的 外面烧烤可团上也卖这个土豆 但是我没放那么多味精 我就是自己做的可能干净了 你这个做好 晚上我们去路边摆摊了 这个土豆是粉的土豆 不像我们外面买的那么大一根 然后是那个不粉的拿来炒的那种 它那个炒的也是粉的 这个我煮的也是粉的 我加点那个辣椒粉进去 可能更好吃哦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蜜汁小调料 蜜汁 我把那个土豆给做了半香了 还有半小半香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土豆呢 就是小个了一点 如果拿来炒的话 真的是我削皮的时候又很小心 因为很小了 削皮的时候很怕削到我的手 就是早上煮早餐蒸的吃 或者是上午这样子先蒸后炸 然后再撒调料也很好吃 可能这种土豆就适合蒸的吃 我觉得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这是土家小木他们家的那种小土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在关注哦 拜拜 拜拜